第1338集 有前置 看着墨小鱼的脸色 白鹿心里一沉 连忙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我问你啊 你和鹰眼到底什么关系啊 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墨小鱼没说话 将手机拿出来 调出了鹰眼的那段视频 放给他看 但是他看完之后啊 不但是没有回答墨小鱼的问题 反而是陷入了沉思 你没事吧 这下反倒是墨小鱼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鹰眼去了哪里啊 哦 我送他上船了 目的地是越南胡志明市 怎么了 他说的这句话 你注意到了吗 他说我父母的事 可能和汪叔有关系 还让我小心旺叔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次他来香港 很可能是汪叔让他来的 白鹿说道 我知道 他都说了 他是为了你才来杀我的 要不然还不会来了呢 所以我想知道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白鹿痴痴地说道 我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你大可以放心 墨小鱼还想再问什么的时候 但是看到他的样子 也就没再说话 墨小鱼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么多年了 没人告诉他父母的事 他向上级申请过 但是以涉及到国家秘密为由 拒绝了他 墨小鱼也没多问 趴在了床上 不一会儿就憨声大作了 白鹿上前给他盖上了毯子 把他脱掉了鞋 就再也不敢动他了 省得耽误他休息 一大早 英康宁早早地起来 穿戴整齐 等待着皮特的电话 但是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啊 皮特的电话才姗姗来迟 英康宁匆匆吃了点饭 带着蒋玉然出了门 玉然啊 我这心里啊 总有一种忐忑的感觉 总觉得 像是在鱼虎谋皮啊 英康宁问他 嗨 我跟您一样 我的感觉是火中取栗 和这些权贵们打交道 我们更要小心 他们这些人和在位的官员不一样 他们虽然贪婪 但还是讲些规矩的 但这些权贵们就不一样了 在他们眼里 没有法律 没有规矩 任意胡为 一旦出了事 背黑锅的 肯定是我们呢 蒋玉然对这事看得到还挺透 林康宁长叹一声说道 哎呀 谁说不是呢 想想那些栽了的同行 哪个不是背了黑锅呀 嘿 但鱼虎谋皮也好 活中取栗也罢 不都是赌一把吗 但愿我们这一把 能赌赢 这幕僚说的再多呀 做决定的还是老板 所以该说的话 蒋玉然早已说完 剩下的 就看老板怎么做决定了 万豪国际酒店的行政套房里 米先生正在吃早饭 皮特带着英康宁和蒋玉然进了房间 没有去客厅 直接去了餐厅 连个座位都没有 米先生抬头看了一眼英康宁 听说你要见我 还谈了条件 哼哼 现在见到了 可以前合同了吗 米先生的语气 就跟对待一个下人一样 但是瞬间 英康宁就觉得自己 连个下人都不如 因为此时一个逝者 要给米先生的红酒杯里 再加点红酒 被米先生阻止了 不用了 谢谢 米先生 我今天来是想和您合作的 林康宁虽然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但是几十年生意做下来 这点委屈还是能受得了的 毕竟谁和钱过不去呢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 但是和我合作 你还不够格 我不和商人合作 就这样吧 我还要赶飞机 我希望交易合同可以顺利的签署 否则的话 我一个电话 你想上市的公司 可以拖上一年 你信吗 米先生用丝绸的餐帕 擦了一下嘴丢在了餐桌上 米先生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是说 合同的事就不要说了 不可能 不过 我给你个机会 把邱天刚和莫小鱼 踢出贺锦生的公司 我说不定可以入股 这样 无论你是上市 还是其他方面 都会快得多 米先生说道 林康宁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身后的蒋玉然 不着痕迹地拉了一下衣服 林康宁想说的话 到了嘴边 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米先生看着英康宁 笑了笑 在逝者的帮助下 穿好衣服 离开了房间 英总 我说了 你就是见了米先生 也没有用啊 这下你信了吧 皮特在米先生 走了之后 说道 合同呢 来了吗 我现在就可以签 英康宁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就对了嘛 皮特从包里拿出了 早就拟定好的合同 递给了英康宁 在回去的车上 英康宁说道 如果不是你刚刚拉着我 我可能就跟这个混蛋 吵起来了 妈的 仗着自己老子那点权力 真把自己当贵族了 哦 我还以为 你是要答应他 把墨小鱼和秋天刚 提出局呢 江玉然恍然道 这怎么可能呢 相较于这个姓米的 墨小鱼和秋天刚 是能干些事的 但这个姓米的 可是一心为自己立的 从贺锦生这件事 就可以看出来 抽身抽得好快啊 也不见得有下文了吧 对了 这次去秋叶那里 再好好和贺锦生谈一下 让他赶紧滚蛋 否则的话 不知道要胜出多少烂事呢 这个姓米的 就是个空中楼阁 没有他爹 他连个屁都不是 英康宁愤愤地说道 虽然连个屁都不是 但是这样的人坏事 还是很有一套的 所以我们还是得小心点 接门的公司上市在其一 我们不能出岔子呀 姜玉然说道 我知道 走吧 去求业那里 英康宁说道 此时的墨小鱼 是被一双温润的手 抚摸醒的 睁开眼 就看到了白鹿 疲惫的脸色 旁边还坐着一个苏菲 醒下 求业叫你呢 英康宁来了 白鹿说道 墨小鱼使劲地睁了一下眼睛 缓缓从床上坐起来 白鹿早已拿出了墨小鱼的皮鞋 已经擦拭一心 给墨小鱼套上 然后系上了鞋带 嗯 还别说 真有贤妻良母的钳制 就是不知道 其他方面怎么样 苏菲在一旁笑笑说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